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羽毛球塔上占重要席位 为港队南征北土征战15年后 在今年退役 返回加拿大开展人生的01阶段 周海华自然自己的人生很幸运 纵使起步慢 相比一些球手六七岁已接受专业训练 周海华19岁才被当时的 港队总教练 曾智才上识 回港打球 但机会处处 开展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在温哥华 那年香港总教练 比较想识我 我也没有当一回事 再一次就是2005年 因为我在中国训练 又遇到那时的香港总教练 他说有什么想法 有没有想着来香港 那时候我也回答他没有 后来就是 再跟爸爸通电话之后 他就说 你自己又争取到机会 你都不去吗 他就二话不说 把我的机票由湖南回加拿大 改变湖南香港 15年的运动员生涯 周海华同过不少专业球手 组成果相打 亦都参加过很多世界性的赛事 但他认为2013年和2014年 是他成长和进步 最为显著的一段时期 不单止因为2014年 他首次奪得 亚洲金标赛混伤冠军 亦都是由于当时 他要和小他8岁的 李俊熙组成混伤组合 有别于二汶合作 球手给他年长的拍伙 令周海华学会在团队中 扮演大姐姐的角色 我看的东西是要配合 所以2013年之后 那些奖牌 不是他的重要性 但是他告诉我 原来这样才会得到更多 教练好其他队友好 所有东西 你怎样去令他们 都觉得他们有价值呢 怎样可以向其他人 周海华为港队征战多年 除了带来无限光荣 同时亦伤患前身 因非常密集 刻苦 和难度高的训练和比赛 纵使造成腰伤和腿部骨折 形容周海华继续披上战袍 拼搏打每场硬仗 直到颈部受伤 直接影响周海华的日常生活 坐下和躺平都会痛 先令他纹身去意 他试过春外比赛的时候 在酒店睡醒后全身动不了 要医生马上提供治疗 和服食止痛药 才可继续比赛 亦令周海华考虑忍退 另一个令周海华考虑退役的原因 就是想和家人有多些相处时间 周海华一家在1996年 由香港移民加拿大 但为了追逐梦想 只有他自己在2006年 赤心回流打与无求 每年最多趁两星期假期 回加拿大探望家人 周海华就说自己很痴家 当年孤生一日回港的时候 已决定退役后要回加拿大家 甚至远拒留港发展 成为港队教练 为何北美比较差 这是我一直不开心的事 所以我第一天去香港 其实我去香港也是贏他们 證明北美其实不差 为何亚洲可以这么厉害 为何连我自己也要去中国训练 为何加拿大没有 这些问题是第一天已经自己在那里 然后我就会想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可以掌握到 为什么 我一定要拿回来 周海华的妈妈陈玉玲 固然为了女儿的时候就感到自豪 但最重要的 始终都是可以和女儿一起生活 弥补错过了的相处时间 每天都很想听她的声音 很多时候就借一些耳机 打电话给她 要和她聊天 我们当时都很支持她 去哪里我们都一起搭飞机 陪她去打比赛 周海华回归频道 不单止和家人走天伦之浪 亦都希望可以将自己的经验 贡献本国阅磨球团 她目前加入 安省马感市一间球会 主力教导 本地幼稚学打阅磨球的小蚊仔 每天都已经有个团队 可以令到一班 可以令到一班小朋友 可以有规律地进行一些训练 是想有一个 希望表达到一个很大的環境 去影响大交商户的影响 球会代表表示 周去华战即标并 面对过打球风格各异的对手 相信会有助年轻球员成长 曾经有和中国国家队成员 在香港和中国一起受训 可以融合我们这边的 地球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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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周去华笑称好又会称他为外星人 即使在香港多年 他从不执着金钱名利 反而为人减脱 回港全心存 而只是想打好羽毛球 不想辜负当年尝识他的人的期望 周去华在羽毛球坛闪闪发亮 如今退下战线 就让我们期待 在他的春风化雨之下 会为本地远毛球球坛 带来怎样的变化 好了 今集就说到这里 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